從國際政府就只在歐洲協助的資料 在歐洲協助的裁判 是在歐洲協助的資料 來協助自己的登山的行程 所以今天意思大概是這樣 登山的情形準備 我們大概會有 我們會需要自己一個狀況 第一個是我們要了解 就是我們這次行程的路況情報 然後我們要組織團隊 然後要查 天氣預報跟裝備 那路況的情報 我們需要的資料 包含這些 就是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那條路的路況 然後路徑 路徑不只是包含說 我今天是上山跟下山的行程 我可能還要包含說 如果是多天的行程 我中間可能要決定 我要找到哪些地方我可以迫降 就是說可能天氣不好 或者說成員有人受傷 我不去找個地方 可以暫時的先休息 或者是我要撤退路線 那另外一個是高層 高層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要知道這段行程 上上下下多少 因為例如說可能五公里 之間的這個行程 如果是從 台灣大學到這邊 那都是平路 很簡單 但是如果我是在狀況界上 或是在 在地形變化比較大聲的話 它上下可能就是1000公尺 兩座101的高度 那會死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就是高層的差異性 然後才能決定說 比如說我們裝備要怎麼準備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上下1000公尺 我可能就 本來晚上要吃火鍋 那我可能改吃泡麵 或者放過來 因為太累了 所以晚上要吃牛排之類的 對 對 好 那我一開始在找資料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從 從台北的嬌山 開始 台灣的嬌山開始 那其實政府有幾個 提供幾個比較友善的一些資訊 那像什麼台北市新山步道 或是全國步道系統 那這些步道都是由政府的資源去做 去做整理的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的階梯 或者說有非常好的良善的廁所 或是指標這樣子 但是啊 你在 你在我層上面 當落到的地圖會長得像這樣 它會有 例如說這個是 楊明山的國家公園 那你會看到說 它什麼地方有廁所 然後路線大概是怎樣 但是這樣子的資訊 在像楊明山其實還蠻容易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的公車 或是有很多人在走 但是它不會告訴你說 那種傳統路線上的一些資訊 所以像以這個是 其實以台灣的地形來講 有很多的山路 它其實會受天氣的影響 會產生變化 那我們其實會 除了傳統的山路步道之外 我們會想要知道說 我們的行程中 有什麼地方有領線 有什麼地方 有可能會因為溪流的關係而崩塌 那我們有什麼高樓的路線可以取代 這樣子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支援的方向 這幾個網站 他們都有 這些都是一些 iPad上他們自己去網路上搜索 自己去走過樣的行程 然後把GPSLOG記下來 然後貼出來分享給大家 那他們的資料都非常的詳細跟豐富 但是 他們是手繪地圖 就是他們其實是走完之後 可能是用GPSLOG 或是用手繪的方式 像剛才我看到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 山岳協會的藍天隊 他們有一個藍天圖籍 這是非常寶貴的資源 可是他們的圖啊 都是手繪的 他們可能就描原本地圖 然後在上面加上自己的註解 所以他不會告訴你說 現在這個地形跟路況是什麼狀況 那這對我們要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有些問題 因為我們需要知道幾個事情 像現在是七、八月 颱風很多 那可能一個颱風來之後 那個山路可能就蹦了 或是我們可能會想要知道說 像最近 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 動物的異常 例如說 最近那個蜜蜂釘很常發生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想要知道說 哪些地方有狂犬病的 的一些疫情 那這個是 手繪地圖上面沒有的資訊 這些資料必須要從一些 討論去取得 就是 像《登山不吉站》這個 這個網站 它上面有很多的山友 會提供 它最近走過的行程 然後最近跟路況的一個回報 所以它會有很詳細的一些 分析的報告 包括說 我今天從這一點走到那一點 我花了多少時間 那什麼地方有水 什麼地方可能會有蜜蜂 你要加速前進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我最主要的諮詢來源 《登山不吉站》 然後跟地圖產生器 地圖產生器是一個 朋友開發的一個網站 然後它的功能是 它利用台灣的經典版地圖 去產生可以印出來的紙本的檔案 那它上面大部分 幾乎所有的那個 那個GPSROPE 都是從登山不吉站那邊 所整合過來的 那這個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所找到的一些資源 但是啊 紙本地圖 它不會告訴你在什麼地方 那我之所以學到 這一點是有一次 我剛開始爬山的時候 一個人跑去桃園 跑去宜蘭那邊 然後走到一個桃園 那它是草林古道 那時候有活動 所以很熱門 我想說應該是頗安全的 那我就可以去走 結果很不幸的 我碰到了天氣天候不好 所以那天下了大雨 那我想說 看那個路程其實是 因為那時候我拿到的是 資本地圖 就是我剛才前面 你們看到那種 類似亞民山那種地圖 它沒有高層 然後它也沒有 它的圖樣非常簡單 那我那天碰到的狀況是 那天 因為桃園谷其實是很靠海邊 所以它天氣變壞之後 就風雨非常大 所以你的能見度 大概只有大概 五公尺到四公尺 那我那天走到桃園谷之後 它是一個山丘 然後它沒有任何的欄杆 或是任何的指標 所以當我站在森林上的時候 我發現 我連東南西北都看不清楚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發現 其實GPS非常重要 因為GPS它提供的功能是 它在你 在事先不了的時候 可以提供你一個方向的指標 那是資本地圖幫不到的事情 而且 那是我們最需要GPS的時候 就是 當我們看不到 晚上 或者是起霧的時候 這是我們最需要GPS的地方 那一開始我的手錄訊 是我拿一個iPhone 那一天 我去台灣的悲哀就是 我會一個iPhone 然後上面有 我GPS 然後你可以想像那天的風雨 那麼大的時候 我拿出我iPhone來 就悲劇了 結果那個iPhone回家之後 它就起舞了 我現在根本就沒辦法找到 就是我的位置 對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這個行不通 所以我就去買一個GPS 那這個是Gami的產品 然後 我覺得它的設計非常的不錯 就是它有基本的防水 然後很穩固 那 它裡面有內建台灣的一些 它其實是 就是我 如果servey過台灣的幾個GPS廠商 我發現 Gami的圖字是最完整的 然後課非常棒 所以現在Gami是我主力的一個GPS device 那 我在 下一步 下一個題目是圖字的會整 當我要去走一個新的行程的時候 我第一步的觀念就是 我會去 這三步裡面找最近的 路況回報 包含了可能最近 誰剛轉過 他會有LOG 我把LOG當作下來 是一個GPS的format 它是一個SML的格式 然後裡面會包含的 它的GPS的軌跡 跟很多商業會做非常非常詳盡的 地點的 就是Waypoint的紀錄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什麼 例如說什麼地方有水 什麼地方你可以休息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站 這是這樣不及辦網站 它上面有一個 登山行程紀錄的一個論壇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有 很多人 譬如說 最近有很回報的 3D山東文山靈靈眾種 像這樣子的質詢 然後他有看 他這邊有個GPS的圖示 就跟他說 這個作者還有分享他的GPS檔案 所以透過這個論壇 我可以找到最新的軌跡 然後跟他的一些分享 就是他的經驗 然後以及時間 時間對我們講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要控制說 在天黑前 或是控制交通上的安排 這也是地圖上不會跟你講的 然後地圖上不會跟你講的 還有包含 有時候我們看到 那個山路 從那個 等高線圖上面看起來 好像很平緩 可是有時候 他可能那個路 已經很久沒有人走了 所以他可能雜草重生 然後所以你就必須很驚奇的 通過那個行程 你沒有開山道 甚至根本過不去 所以這些資料必須要從這些論壇上面才得到 那 最簡單的方式 我今天希望分享的是 以一個純粹user的角度 所以 我有一些 我是開發者 所以我可能會寫一些 用一些 Petbook 去節省我時間 但是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你透過 以使用者的身份 透過網站 或是透過一些軟體下載 你就可以直接用 那 像以這個 正常筆記站來講 你 他有搜尋功能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搜尋到 各個地點的資料 不過你可以用山的觀念詞去查詢 可是他對我來說 有一個小理就是 我沒辦法用經緯多去查 某一個範圍內的軌跡 那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 例如說你 你今天可能走的是 象山步道 就是 新興趣的象山步道 他可能是從 他可能會分享一個圖是 從 新興趣走到 中央研究院 這條路 他可能是一條路的走法 可是有時候 我會希望說 象山是嬌山 他有很多很多的岔路 那有時候我會想要知道說 有哪些岔路可以走 那我需要 透過比較簡單的方法去查詢 那 我要查什麼 因為每一個作者 他分享的時候 他的資料的機密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會把十幾條的 山路 全部列出來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資訊 那 是 是這個 這個介面沒有辦法辦到的 所以 我的做法是 我會 用這幾個tool 去把 上面的資料砍下來 然後可以去搜尋 那 這個不是今天的topic 但是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那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PostGIS 它是一個Postgres的Diabase 我可以去查說 有某一些 有某一些 Track 有某一些 GPS檔案 它裡面的軌跡 點數特別多 那代表說 那是很豐富的資料 那我就可以使用 那 下一步是 我要去看 GPS檔案 那 GPS是怎麼壞的 然後 你如果要去 看說 它是要 含量有多高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底圖的資訊 那你可以去編輯GPS 那 你可以去 去刪改 你感興趣的 的行點 那 我買GAMI的時候 他們有送了一個軟體 叫BestCamp 跟Messos 這兩套 這兩套軟體 然後它有提供基本的一些 一些圖形的 一些圖資 那 對我來說 它不夠好用 第一個是 好不好 第一個是Warning List 它是Windows 所以根本就很痛苦 那 另外一個問題是 它只有內建台灣的圖資 所以假設我今天想要出國去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使用 就是國外圖資 它是空白的 那 就算我想要買 也不見得買得到 那 另外一個是 它沒有辦法及時修正錯誤 商業的圖資還是有問題的 那 我覺得 像這個是我之前走的一個行程 這個是在中部的一個連續三座山的一個種種 那 我發現 就是我們在 我走到一個 這邊 我走到 八五四峰 就是上面 我這邊講的八五四峰 它上面其實是一個山頭 它上面沒有任何的基石 或是沒有任何的標識 然後在高明上 它上面寫的是六處三 那 這個跟一般的山友所認定的六處三是不一樣的 因為六處三上面 會有一個 日本時代的一個基石在 那 就大部分的山友把它認為是真正的六處三 就變成說 我山口山友的資料跟 跟高明或是年輕地圖上的資料 其實是不一致的 那會造成 我在 因為它這種是一個岔路 會造成我在旋路的時候會走錯 然後苦苦 所以 像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的確 我可以透過高明的界面去回報 可是我可能要 我必須要等到它下一次的release 地圖的release 我才會拿到更新的資料 沒辦法像 OptionMemore這樣 我可以即時的去修正 這樣子的資訊 我不需要一個其他的方案 Windows的程式不適合我 而且它 超難用 就是它只能用高明的地圖 那我可能會想要希望說 我要去看一下Google 那個 我想要看一下空景圖 我想要對一下 其他不同版 比如經驗版的地圖 我都幫不到 所以我的方案是 我用另外一套來叫Viki 它是跨平台的 所以如果是Windows的使用者 你也可以用喔 這是我目前 這個是Viki的一個 interface 然後現在露進來的是 OSM的圖枝 它的圖層其實非常的 它的功能非常的強大 我現在已經露了一個地圖的圖層 它的地圖類別 也預設已經支援這麼多的圖枝 包含了OpenStream Map 包含了 Microsoft的空景圖 那我最常用的OpenStream Map的 背景圖是CycleMap 它本來是可以 攪到七招是很用的 然後 它的地圖上面 其實是有一個等高線圖 其實我所需要的就是等高線圖 因為這樣才知道說 我上傳是要吃Pomia 是CycleMap 這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然後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最常用的功能是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去旁邊的象山走一走 我今天會想要知道說 我從某一點到某一點之間 我要花多少的力氣去完成 以Viki來講 它有支援一個DataSource 叫做TM 它這邊它可以直接去Download 我們可以撒TM 它是一個 一個 衛星的資料 就是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點到 你在地圖上的某一點 它的現在的高度是多少 那它完全都是 就是整合 你可以直接就按確定 它就會直接Download 我看 我應該有Download了 沒有 好 我之前有Download過 就是台灣這邊的DM Data 它這邊顯示出來的那個 那個顏色的差異是現在高度的差異 但是那個顏色對我說沒有意義 我可以做到的是 我今天可以在這裡面直接去新增一個 的Track Point 然後我可以手動的去加一些東西 例如說可以加個航點 在 拇指3 加一個 遍跡航點 對不對 遍跡航點 拇指3 透過這樣的介面 我可以去查到說 拇指3現在的海拔道路是262 那我也可以去畫一個Track 畫一個軌跡 例如說我今天要從 我今天想要知道 從 三迪公園走到拇指山 瓦華多瓦利七 我可以這麼做 進一個軌跡 我可以看到1.1 好 我可以看到1.1 好 我可以看到1.1 直接把他的高層資料串串串給我 所以我就知道 大概從海拔 大概不到100的地方 走到海拔250的地方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訊 我第一次 對Opensure沒有感到興趣 是 我有一次在網路裡面聽到說 我在地圖上發現的 有一個奇怪的線條在山上 然後我問他們這是什麼 他說這是高壓線電塔 哇 新大陸高壓線電塔都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山上的時候 在山上我沒有路標 所以我唯一可以判斷 我的位置的方式 我要看遠方 我在哪一個 就是對遠方的山頭 可是有時候 你在山裡面 那個樹林很茂密 然後你根本就看不到外面 那你根本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那像高壓電塔 就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料 很多山友的非常上面都會寫說 你會走到幾號高壓電塔 你要右轉之類的 那這個在一般地圖上完全沒有 但是OSN上面有 所以我第一次覺得 這東西我可以 可以好好利用 好 那 新陳紀錄 我必須說剛才 剛才有提到說 大概有20%的人 做到分別的貢獻 我是那80%的人 不是貢獻的人 我是用OSN的人 但是我還是會上載一些資料回去 我在做 我平常在外面走的時候 我都會帶這個相機 這是Nicone的AW100 那也是我在 台灣文化之所去到的經驗 你的裝備一定要防水 這是防水的 然後它裡面有內建GPS 所以我拍照的時候 它自己都會有GPS Log 那如果說我 那天氣好 我不需要防水的話 我會拿比較好的相機 那我就可以 用另外一個這個Tour 去做GioTaking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軌跡 我在剛明上面錄到的軌跡 跟我的照片 一邊在一起 那這樣可以方便我去做 我都會做一些時間的一些 一些 計算 然後會分享給其他人 然後把它分享到這幾個網站上面 所以我分享出來的東西 大概是像這樣子 這個比較常用 這個比較常用 很遺憾他們要中文 我們來看一個 例如說這個 六月走的北朝天山 所以 像這樣網站上面很多人分享它的行程 然後它我覺得 我會用它是因為它有像這樣的介面 它會去 它有動畫 會告訴你說 你什麼地方走快什麼走慢 然後它會畫出來你大概走多遠 這樣子 然後像這一邊是我做的一些Waypoints 像這邊我就會例如說 有個地方有個墓椅自己可以休息 或是怎麼樣 然後下面是我會去分析說 我每次行程所花的時間 就出發時間回家時間 這對其他的山友來講 會很有創造價值 那另外一個我會使用的我呢 是這一個 對不起 我上面這個地圖的圖字是Google的 它支持Apple Google 另外一個我會用的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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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當我在行前 我需要把我的資料分享給其他人看的時候 我會使用這個網站 然後它很好 它支援我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 我可以直接用 我就可以看到點光線圖 所以有時候我 有時候我出去之前 我會把這個圖詞先給我的 夥伴看 然後請他們把路線背好 然後我也會upload到 OpistryMember 但是我不太有時間編輯 我發現啊 你要小心參與這個Project 因為你很容易上 你一開始下來之後 可能就當你行過來收集 哇靠 好幾個小時過去了怎麼搞的 對 這個要很小心真的 我說真的 好 好 然後 然後 在我的Manage上面 今天也有來的 KC55 他有分享一個 就是這些 在OpistryMember上面的 這些Node的一些 中文的對應 我覺得它非常有唱完 大家可以上去看 我們現在的Wiki上面 還沒有這些資料 那這個是 在 OSM的Wiki上面 所看到的一些 現有的Node 那 這些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就是 它有時候沒有辦法提供給 登山者一些足夠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現在大部分 我還是依賴 登山不及登山資料 因為它是最及時 然後 它們會有一些奇怪的 tip 對我這樣是很重要的 那 這邊我想 我這邊先跳過去 好 剛才我提到說 我現在用的是Garmy的裝備 然後 我也提到說 它裡面有 有GPS的 有台灣的土資 可是 當我要做海外行程的時候 像我今年的假 我幾乎都是用到海外行程 那 它就沒有足夠土資可以用 那 就是如果 例如說 我下禮拜要去富士山 那 日本那邊它可能就沒有資料 可是如果我去用 Viking去看的話 我們到富士山去好了 富士山 它很棒耶 它有整個 OSM那個內面的代表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直接跳到富士山 吧 耶 OK 我下禮拜是出發 然後 然後 在去之前 我必須要先研究一下 就是 我要去的行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富士山上去的方式 有大概四條或五條線 但是你實際看 其實有更多條 就是有一些Local人 他自己畫出來的一些路徑 就會發現 一般的旅遊書上 沒有介紹的路線 所以 從OSM的資料上來看 對我來講 非常有用 比如說 我可以從這上面直接去看 我要去的點 日本的土字其實還滿完整的 所以我 好 河口湖在這裡 所以我的行程是我先去東京 然後 第一晚坐在河口湖 然後到這三口在這裡 然後我要走到 我要走到 八盒目以上 這邊 八點五盒目到九盒目 這邊有廁所耶 耶 八點五盒目到九盒目之間 會有個三屋 這是我要做的地方 然後隔天上去看 看日出 那 現在的問題是 這些資料在web上有 那我要怎麼放到我的手機裡面 放到我的GPS裡面 我必須要帶著我的OSM圖資出國 那這邊是我昨天晚上去查的資料 就是 我如果去download 昨天的全球的資料有29G 然後 那非常痛苦 但是剛才阿南也有提到說 我們都是從同一個地方download的 台灣的圖資源 整理好的 那也有人去做了像NAPA的資料 就是我10月份要去EBC BestCamp 的尼泊爾的圖資 那這個是我們 我在Weekie上所查到的幾個Tour 那我唯一可以用的 是最下面的這一個 OSM圖高明故隱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 可以產生 它可以產生等高線圖 然後它可以在另一邊跑 然後它有三個 它 因為剩下兩個 一個是ProProject 一個是Windows 所以 這是我也可以用的東西 那 它目前的設計 它其實是整合了 它會去抓DM的Data 所以它可以產生等高線圖 然後它也可以去產生地圖上的圖資 但是它的問題是 它在產生之前 它必須要當作全球資料下 也就是說 零點下面至少要有30G以上的空間 差不多要產生一個 一個 鋼蠻的 Main Data 可是 已經有人做好了 我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 等一下我要D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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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剛才我做的哪一盒 下一個 下一個 看到嗎 有 這個是 呃 剛才 我秀的哪一盒 我下一個 區別是140 然後啊 當我把我的資料換定率之後 我現在回到 設定 這個 現在這個上面啊 前面兩個 第一個是你過的資料 然後第一個是 台灣的GPS資料 然後 它其實啊 你可以去 在它選擇裡面去Enable 呃 特定的幾個地點 特定的幾個Mamor 那我現在做法是 我把 咖啡的關掉 然後是開 會Send 然後 透過這個 透 呃 我上面其實已經有 一些 就是我要去的軌跡的行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第一天 呃 十月份我去你過 第一天的行程 會 通過 然後 這段 就是一個 這是一波 然後 這是我第一天 會走的一個 現在 所以其實 而且其實要做集權 就是我上面已經有 我上面有一個download link 可以直接download就是 你握我的地圖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 放到你的高原地板上面 就可以看到像這樣 好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這三套可以吃油口 只要你停了上去 我有問題要問Rake 不要問牛排怎麼煎 還是有人要問東坡的嗎 剛剛那個 Mapper行為分析 有人舉手 既然沒有人問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既然沒有人問其他問題 還有一些時間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怎麼背鍋子爐子上去見牛排 因為爬山感覺很辛苦 如果可以吃牛排應該會增加更多山油吧 只是你會哭而已 就是你在上山路程中會哭 我覺得重點是群序先進來 就是我一開始進來 一開始走的時候都走叫山 然後你必須要把你的腿力練起來 然後大腿力量很重要 就是你不可以因為膝蓋通通就不練大腿力量 所以你大腿力量練起來之後 你的膝蓋就會比較不會受傷 然後你就可以越被越走 原則上是這樣 那最好的做法是 你知道什麼嗎 找一個好的夥伴交百倍 耶 你也會選擇 如果你的肩膊 會出現 你事實時可以看 說什麼 你不可以看 你也會不去測試 你呢 你也會隱藏